李小龙 这位武术界的不朽巨星 以其超凡的400磅权力 与世界拳王阿里相媲美 而这一成就更显得惊人 因为阿里的体重是260磅 而李小龙仅有130多磅 这样的力量与体重比 无疑是对李小龙训练成果的最好证明 在电影金武门的拍摄中 成龙大哥曾作为龙炮演员 代替原本的演员承受李小龙的飞踢 这一脚的力量足以让任何人印象深刻 而在《猛龙过江》中 李小龙对着镜子出拳踢腿的速度之快 甚至产生了声音 上衣因速度带动而旋转 这一幕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速度和力量 在拍摄过程中 李小龙的动作快到连摄影机都难以捕捉 在与敖家大的擂台比武场景中 李小龙的飞踢动作初拍时模糊不清 迫使摄影师不得不放慢胶片速度 以确保捕捉到每一个细节 甄子丹 作为李小龙的崇拜者 自幼受到李小龙的影响 他通过电影将中国武术发扬光大的愿望 正是受到李小龙精神的启发 甄子丹的武术之路从崇拜到实践 无不体现着李小龙的影响 美国跆拳道之父李俊久回忆称 李小龙能以侧踢轻松踢碎四块木板 这一程就让他难以置信 前世界空手道冠军路易斯迪尔格达 则形容与李小龙的对决 是一种恐怖的经历 李小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尽管我是一位世界冠军官 美国空手道冠军刘易斯迪尔 在《黑带》杂志中表示 李小龙的成功是天赋和努力的结果 他的速度快 准 近 足以在舞台傲视群雄 日本武术家和李基教授 在与李小龙切磋后 对其速度和力量的理论彻底改观 并对李小龙的才华和人格 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李小龙不仅是一位武术大师 更是一位文化的传播者 他的精神和武术哲学 至今仍然激励着无数武术爱好者 他的成就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成为了一个永恒的传奇 李小龙的一生是对卓越的不懈追求 他的故事是对勇气和毅力的最高赞歌 他不仅在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也在电影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的去世是武术界和电影界的巨大损失 但他的精神和遗产将永远激励着后人